在过去的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是让大家非常兴奋的 比如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公正的裁决 裁定拜登的疫苗强制令 超出了政府的权限 驳回了强制公司员工接种疫苗或者戴口罩 并每周接受检测的规定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让我看到了之后非常兴奋的消息 那就是Virginia福吉尼亚州的州长 格兰阳金在周六宣誓就职了 跟他一同就职的还有副州长 Winsome Sears和司法部长 Jason Merrins Mr. Youngkin Are you prepared to take the oath of office? Yes I am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place your left hand on the Bible being held by your wife Suzanne Youngkin I Glenn Youngkin Do solemnly swear To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And that I will faithfully and impartially discharge And that I will faithfully and impartially discharge All the duties incumbent upon me All of the duties incumbent upon me As Governo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As Governo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and that I will faithfully and impartially and impartially discharge all the duties discharge all of the duties incumbent upon me incumbent upon me as Lieutenant Governor of Virginia as Lieutenant Governor of Virginia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a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a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ies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在这一次选举中的获胜 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转折点 杨金成为了12年来 首位宣誓就职的共和党人 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共和党人不仅赢了州长 副州长和司法部长的席位 还重新获得了州众议院的控制权 就在杨金州长上任的第一天 他马上就签署了9项行政命令 和2项行政指令 不光是新任州长 一上台就发了命令 以色列也发出了通知 现在开放可以去以色列旅游了 这一次的行程 是由迦南美帝旅游公司 带大家一起去的 他们专精圣地旅游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会去哪里玩吧 欸 伊森 你想不想去旅游啊 想啊 听说最近以色列 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哦 真的啊 好啊 那我们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游公司啊 我知道我推荐洛杉矶唯一专精 圣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迦南美帝旅游 他们在三月份有一个圣地之旅 去以色列圣经中提到的重要景点 耶路撒冷的枯墙 耶稣祷告的克西玛年园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 享受漂浮的乐趣 去圣地旅游回来之后 好多人都说哇哦 我看圣经变成彩色立体的了 而且迦南美帝旅游公司 这次的行程会带大家去埃及的开罗 去一趟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经过的 马拉 以林和奇骆驼登上西奈山 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凯撒林修道院 并且还去参观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 一边看夜景一边吃晚餐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详细资料 请和加南美帝旅游的Pamela 或者是Wendy联络 电话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AI News的观众朋友有优惠哦 哇 感觉也太好玩了吧 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了 报名截止日期就到这个月底 AI News的观众朋友报名还有额外的优惠哦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杨金州长上任之后 签的第一个行政命令是什么呢 那就是家长们最在意的 一直在抗争的 禁止Critical Race Theory 批判性种族理论在学校教导 禁止在公共教育中继续宣扬分裂的意识形态 学校要恢复优质的教育 第二个行政命令就是终止强制口罩令 家长有权力决定孩子要不要戴口罩 而不是听从学校强制性的命令安排 除了这两条之外 第三第四条行政命令 直接涉及到了公共安全的问题 说的是要调查以及整顿弗吉尼亚州的假释委员会 还有发生在劳顿县的犯罪行为 司法部长跟州长配合的非常好 州长这边发了行政命令 司法部长那边马上就发起了调查 司法部长梅尔瑞斯在声明中说到 弗吉尼亚的假释委员会 曾经在没有通知受害者的情况下 就把杀人犯强奸犯以及杀害警察的凶手 全部都给提前释放了 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 并且在去年的时候 劳登县一名女中学生被穿着裙子的男生 在女厕所强暴 劳登县公立学校为了政治利益 而掩盖了这一起校园性侵事件 而后又造成了另外一名女生受害 鉴于此 梅尔瑞斯在周六当天就在上任几个小时之后 马上就宣布对弗吉尼亚假释委员会和劳登县公立学校发起调查 除了发起调查之外 梅尔瑞斯还实行了大清理的工作 她把司法部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大换血 她一口气开除了30名司法部的成员 其中有17名律师和13名工作人员 包括在上届任职的检察长以及副首通通都被她开除了 她又安排增加了高级职员 包括她挑选的首席副首副检察长和参谋长 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她就说过 在司法部里面存在着太多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律师 这些人根本就不按照法律做事 福克斯新闻报道 弗吉尼亚州有好几名检察官 是由美国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资助竞选的 在2019年 索罗斯向三位正在竞选的检察官提供现金 一个是阿尼腾县的Parisah Dihani Tafti 得到了将近100万美元的资助 还有劳登县的Buta Biberaj 索罗斯给他提供了85万美元 还有Fairfax县的Steve Discano得到了60万美元 这些人全部都赢得了选举 在2021年 Norfolk的检察官竞选中 索罗斯又花了20万美元 结果他的人又当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快准狠的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亚瑞斯清理司法部的行动大胆又果断 只有清理掉这些阻碍 才是保证未来能够恢复公正执法的基础 现在什么都要进步 什么都要觉醒 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大学 德保罗大学 为了促进学生性别多元化 在网站上给出学生非常多的选择 在学校官方的Instagram上面 发出了一则通知 同学们 我们的校内网站Campus Connect的 学生自助服务 已经进行了一些非常令人兴奋的更新 以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 除了法定性别之外 学生现在还可以有性别认同 代词和性取向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在我们的Campus Connect的自助服务中 除了男性女性和不确定等等的选项之外 还添加了我不想要自我识别性别 根据College Fix报道 在学校的网站上 现在允许学生选择自己的性别是 男性 女性 双性 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变性成男人的女人 和变性成女人的男人 还有顺性别 就是出生的时候是女性 现在还依旧认为自己是女性 which doesn't make any sense 以及不明确和不想要自我识别性别 这所学校是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 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大学 在学校的网站上赫然写着 我们的使命源自教会的核心 并以拿萨勒人耶稣的价值观 和人生榜样为基础 很明显的是 这不是耶稣的价值观 他们做出这种行为 是把世界 把觉醒 把左派当作人生榜样 这个榜样并不是耶稣 或许他们曾经有过 但是现在已经被社会上的 世界上的 所谓的流行的风潮给带走了 这一所天主教的大学 没有再继续持守真理 没有再继续在真道上面建造 反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追随世界的男女不分的一群人 变成了满口谎言的 否认神的价值观和创造的一群人 这样的人不仅仅是在大学里面 要毒害就要从小开始 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学校正在接受 撒旦俱乐部侵入小学生的课外活动当中 这个小学叫做 Jane Adams 走到学校的大厅里面 你就会赫然发现 有一个单章贴在墙上 这个单章上面写着 After School Sitting Club 撒旦俱乐部学后班 一个头上长着脚的恶魔的图画 在单章的正中间 下面写着 嘿 孩子们 让我们在撒旦俱乐部玩的开心 这个活动是由美国撒旦神庙 这个组织赞助的 他们要举办这个的理由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里 有另外一个学生可以参加的活动 那就是基督教组织办的好消息俱乐部 撒旦教的人就说 那既然我们都是宗教 你学校不能搞歧视吧 凭什么基督教的福音俱乐部就能办学后班 我们撒旦教也要办 其实他们推这样的项目并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个撒旦神庙跟基督教好消息的组织对着干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撒旦教早就想要进入到学校里面 让低龄的儿童接触到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五年前的报道 五年前在加州的Sacramento 同样的事情已经上演过 我会给大家看一看 在这里的监督教组 在这里的监督教组 优优优独播剧场—— He says these groups aren't actually worshiping the devil, just secularists trying to silence Christians and scare parents. 他说的没错,这些撒旦教的人就是要禁言基督徒,这个唾汤的撒旦教主说,我们不是崇拜撒旦,我们是要信仰自由,我们是崇拜科学,我们宣扬理性主义,我们就是要跟基督教宣战,因为他们在洗脑这些小孩,我就是要让这些小孩还有一个跟基督教完全相反的选项可以选择。 科学、无神论、信仰自由、理性主义,这些都是撒旦教张口闭口在讲的东西,是不是跟左派讲的一模一样呢? 这些撒旦教的人不遗余力的侵入社会各个阶层,不管是在属灵的层面还是属地的层面,属灵的战争一直都在打响。 在世界上有一群孩子也正在经历着性虐待、被强迫劳动、卖淫、切除器官等非人的虐待。 MyID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一直致力于帮助这些被伤害的孩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给他们做治疗、心理辅导以及传福音,让耶稣来亲自的帮助他们、医治他们。 MyID这家公司生产高端面膜以及眼膜等护肤用品,全球独家采用神秘果提取的精华,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类型。 来试一试这个面膜,让你的皮肤回到最好的状态。 每一份面膜的纯利润都会用来帮助这些孩子重建治疗,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回归到社会当中过正常的生活。 那其中的一部分也会帮助到我们的事工。 现在就登陆网站买ID的Live,购买一个面膜套组来帮助这些孩子。 AI News的观众朋友,只要在结账时输入折扣码,大写的AI News就会获赠免费的眼膜一套。 孩子是撒旦的目标之一,我们不仅要解救这些正在遭难的孩子,我们家庭中的孩子,我们教会中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孩子,都是撒旦虎视眈眈的目标。 不管是作为爸爸妈妈,还是外公外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时时刻刻都在孩子的身边,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当他们遇到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出完全正确的建议和答案。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他们的心里,并且深深的扎根,这样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谎言,让神的光和真理引领他们走一生的道路,不给魔鬼任何伤害侵袭他们的机会。 这才是根本能够让小孩一生蒙福,不变左,并且一生都不动摇的关键和秘诀。 很多时候我们渴望优秀的领袖站出来,带领我们的国家,带领我们的州,带领我们的社区,但是同时我们又担心,他们会不会竞选和上任之后就变成两副模样呢? 因为社会黑暗太多,政治界里面黑暗太多,他们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妥协? 当我看到弗吉尼亚上任的这一支精英团队的时候,我知道坚定爱神的人,在真理里面不动摇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会紧紧抓住神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杨金州长在上任之后带领大家一起做的祷告,非常的感人,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励。 他们是非常有勇气的一群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的工作带导,我们也要继续为我们所在的地区,能够兴起敬虔爱神的领袖来带导。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样感人的祷告。 于大臣你先从来的平主你ám标准备行的头中心, reasonable公介� Family,我的历史园主张。 尚在 Matthew提供 Yayo前面 你先 extern明 我们为�리 hat 我们 feel that 我们 Cath soundtrack 我们家的 ont необход 是你的 目 spread 由我自己的 世界上的 我们将如何 我们 ask you to kuid r several steps 使妙AM 四切 we ask you to bless our words so they speak your heart not ours father we ask you to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we ask you to soften our hearts so that we can see the good in everyone father we invite you into the next four years bring virginians together virginians of all faiths of all walks of life from every corner from the coalfields of western virginia to the beaches of my home to the memorials that represent so many fallen across this commonwealth father we ask for your help we thank you for today we thank you for the hope and optimism represented by this movement that has brought us all here together finally father we pray all this in your so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let's go to work woo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人说现代父母难为 也许您也曾经感叹 孩子已经不像过去那般乖巧了 教养孩子 不是孩子听父母的话就好了吗 为什么需要界限呢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 每夕时间三点半到五点 由爱与冲突和睦施工的 儿童施工部负责人陈伦渝博士 要和您分享亲子关系有界限吗 这个新的主题将讨论 陪伴孩子成长时的界限问题 盼望这个有深度且具应用性的讲座 带领你我的家拥有更多的爱与和睦 千万别错过哟 也盼望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参加 期待云端讲座上见到您 报名详情 请与爱与冲突办公室联络 626-281-8419